我们这边来介绍的是对数微分法 那么我们的话呢先介绍对数微分法的技巧在哪里 我们的话呢首先要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对数微分法是专门对付有指数情况之下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的技巧就这样子 第一步 两边同时取对数 两边同时取对数 这个地方的对数的话呢当然不是我们常用对数 我们当然是要用自然对数 Nature log 两边同时取 然后根据对数率里面的四方可以扔到前面去再做整理 然后在第二步 两边同时微分就可以算出来了 同时一起为分 好那我们的话呢来做个例子让各位同学了解 就会比较清楚我们的题型是怎么样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我们来做一个题目是这样的 假设的话呢有一个函数的话呢 叫做y等于x的x次方 那么我们问问什么呢 y'等于多少 那这个题目怎么做呢 那我首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这里是数字 那么它就是一个指数函数 那么如果说它上面是一个数字 它就是一个多项式 如果两边的话都是变数 那它就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的话呢 可不可以微分呢 就不能够用我们原来所用的一切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要用对数微分法是最方便的 或者是指数微分法 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想要算出y'是多少 首先第一步 两边同时取对数 来我们看一下 来解 两边同时取对数 nature log lny是等于多少呢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lnx的x次方 好到这边为止的话呢 都还ok 因为的话两边都取了ln 没有什么问题 最重要的关键是x要丢到前面去 于是的话呢 lny是等于多少 x乘上nature log x 好 现在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呢 就好做了 我们要准备要写答案了 两边一起微分 一起微分 那么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lny的微分是什么 nature log的话呢 如果lnx的微分 大家要知道是x分之一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y呢 y我们要视它为一个函数 一堆x 所以的话这边的话 微分是y分之一 乘上里面的微分 连锁率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注意这件事情 右边的话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相乘的 相乘的微分怎么为 前面为 前面为 1 后面照超 再加上 前面部为x 后面为分 x分之一 然后我们的话呢 就看一下 y分之一乘上y' y'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 nature log x再加上1 那么y'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这是我们要问的 那么y'是什么呢 y'就是直接乘过去 y乘上 lnx加上1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记得咯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写 因为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题目是 y是x的x次方 我们的话呢 要记得 x的x次方 好 算出了这个很困难的一个微分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也可以试一试 这个上面的话呢 不是x 这是三角函数 或者底下这是三角函数 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技巧来算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万一的话呢 这里的这个 要被微分的这个函数 是很多很复杂的次方的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的话 也一样可以使用对数微分法 将它拉开来 然后一个一个微分 然后再恢复 那这个我们会放在习题里面 让各位同学的话呢 来看 给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